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今天我们一开始开个旅店 后来之后不干了又开个服装店 我媳妇也是特别能干 很能吃苦的一个人 后期之后我就是开了一个小的麻辣烫店 我媳妇一直就是服装不愣 晚上直播卖服装 白天的时候帮我忙活小店 因为白天我一个人肯定是忙不来呀 他要帮助我 也是为了以后的生活吧 我们俩都是很努力 但是就是我自己看着我媳妇很忙碌的样子吧 我自己心里有一些过一步去 就是因为我有一些事情嘛 就是隐瞒了他 今天我就是想到台上找东哥 帮助我一下 就是在台上我向我媳妇说明这一切 相当说声对不起 就是说我在台下 就是在家里 我不敢当时说 我控制不住这个感情吧 就是他会跟我提出分手 就这么严重了 对 所以说我就是很害怕 你们俩现在结婚几年了 我们结婚一年多 一年多 到底是什么什么样的一个事 让你这么害怕 老婆会生气啊 嗯 咋说呢 东哥 就是说现在我在台上肯定是不能说 我如果要是说的话 我喜欢在台下可能听到 也许他都不会上这个台上来 明白 好 那最后一个小问题啊 就这次如果圆梦成功 会得到一笔祝梦基金 这笔钱你怎么用 如果真要是说成功了 有这笔钱的话 我就会把这笔钱全部交给我老婆处置 那接下来我们就请您的这个老婆上来 好不好 好的 来 请他上场 大家好 我叫邵秀娟 今年45岁 这个老公刚才欲言幼稚 今天是为了您来的 他说令我到日秀恩爱呀 对 我到现在也不知道他到底是什么 想象跟你说什么事 又咋的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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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不起 你又犯啥错误了 就是孩子要快过来 就像初中 你不都解决完了吗 你都骗我一次了 你怎么还骗我呢 我跟你说 我俩是在18年的时候相识的 有一天 他说 我想追你 你答应我吧 我说不行 因为我年龄比你年龄大 他说 不管你多大 我要追你 我以后会对你好 别靠我年龄小 我会照顾你 我就答应他了 我说去加热威吧 加热威做个普通朋友 先了解一下 但是我老公这个人呢 他是个暖男 每天都挺关心我的 他知道我不喜欢吃早餐 他给我订 订晚餐 就这样 关心我 就把我打动了 后来 有一天 他就发现我 不高兴 他说 你咋的了 说 缺钱了 你缺钱 我给你钱 第二天 他说 我转过来 七千块钱 这是我俩认识第一个月 我都非常感动 一天 你 说 你 感谢观看